哈嘍大家好,我是阿圓 今天 今天就是要帶Cherry回他的家鄉 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回來了 然後我們今天有一位順風車的人 Cherry Cole 特里頻道 OK,來 終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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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今天就是我們難得可以申請到那個警察局 批准的那一封信,允許我們跨州 所以我們現在在媽媽當吃一個午餐 吃了過後我們就要開車前往檳城 然後會先載Terry回家 載了Terry回家過後再載Cherry回家 很難念他們的名字,一個Terry跟Cherry 我們的食物到了 Maggie goreng,還有雞胸肉 OK,現在我們就會先吃 吃了過後就要準備上路啦 不要講上路,開車 下雨要開遠路 真的是很想要睡覺 沒關係,付駕石油 什麼啊? 付駕石油 OK,各位現在我就先專心開車先 現在先去油站打個油 打個油過後就可以正式的出發了 OK,我們現在在油站這邊 休息一下 然後小個邊 然後打個油 然後進一下Touching Go這樣子 然後想要給你們講一下 這一次帶Cherry回家 主要是因為 今年新年的時候Cherry沒有回到家 因為去年的時候他還可以回家 因為今年是遇到了MCO 然後要回家的話是很不方便 要去警察去拿信啊 然後又不動批不批准 而且那時候新年的時候 MCO表演 因為現在是CMCO嘛 所以要拿信 只要有一些公司上公司的證明 就可以拿信回家 因為接下來我的Office那邊又要搞裝修啊 然後要搞很多很多東西 還要慶工人 然後還要搞一些公司上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接下來會很忙啦 差不多4月5月6月 這3個月應該會特別特別忙 所以就趁現在還有一點空檔的時間 就先帶Cherry回他家見一下他的父母 因為他也幾個月沒有見到父母了 這就是遠距離的戀情會面臨的一些困 會面臨的一些問題 我們現在到了冰城 剛剛掛了冰城的Touch 然後真的是不出我們所料 前面就有警察的Root Block 然後我們塞了這邊 塞了很久 塞了20多分鐘 然後把信放在這邊上面 等一下經過的時候 應該就不用開床 他應該是直接會給我們Pass啦 希望是這樣子啦 我們剛剛經過了那個Root Block 然後他連看都不想看 真的是沒有想到比想像中這樣順利啊 這樣我們去警察局拿信來走 給我們去警察局看看一下 我們的馬來西亞警察局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們是好公民 我們不會什麼時常去啊 對對對 所以我現在真的要爆缸了 我真的不丟了 我去小便 韓國不是爆缸 OK Terry現在要回來了 我把他放在這邊 我把他丟在這個黃山野嶺這邊 給他自生自滅 OK 自生自滅啊 我們下兩個星期後見 現在先來洗個車 洗澡過後就可以正式的回Cherry的家啦 因為我的車太骯髒了 所以 因為一直停在家裡面嘛 然後這幾天又一直下雨 那個屋頂上面的那些灰塵就沒停下來 所以一定要先洗一洗 又有Vlog啊 剛剛跨檳城一個Vlog 現在從檳城去吉達又一個Vlog OK 要看到星 出家了 給我過 我們有星 萬事通 他看到我們的星放在前面這一邊 他就直接 可是就是我們沒有做錯事 不是啦 我們不懂中午看到警察還是會緊張這樣 我這樣做錯事這樣 我們以前看到 好像以前看到那個殉島主任那種感覺 OK 現在終於回到Cherry的家了啦 然後一到家 馬上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 吃他們滿足的晚餐 就是傳說中的家常便飯 好懷念啊 真的真的很懷念 因為你們知道我們在Sup House 都是很少會自己在家住的嘛 都是偶爾煮一次啦 所以這種家常便飯的那種味道 真的是 對我們來講是很可貴的 OK 所以我們先吃先啦 OK 今天是回到Cherry家的第二天 然後我剛剛把前幾天的Vlog 都結合在一個影片剪出來了 我剪出來過後發現我真的是滿喜歡 這樣子幾天的生活碎片 累積成一部Vlog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會持續這樣子更新這類型的影片 來給你們看 OK 馬上就來到了第三天啦 因為昨天在Cherry的家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做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所以昨天也沒有什麼記錄到Vlog的畫面 但是今天我們現在要過檳城 去檳城 幫Cherry的媽媽買一點東西 然後等一下跟Terry的家人吃晚飯 好醜耶 你這樣 不要不要不要 剪掉 OK OK 剪掉啦 剪掉啦 真的是剪掉啦 OK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叫什麼鍋啊 Cherry 到Cherry 到Cherry 那邊的 Grosse Jaya 然後買一點 買一點日常用品 因為回去要給Cherry的媽媽 Cherry媽媽叫我們出來幫她買一點東西 然後Cherry在看著這些零食 這些是低卡路裡的零食 沒有啦 所以它是要吃然後又怕肥的那一種 在找著低卡路 看到這一種 找著低卡零食 這種包裝啊 這種零食的包裝啊 感覺很英式喔 而且它真的是來自英國的 我很喜歡這種 很有質感的包裝 你看看過去全部都是這種 包裝很漂亮 這種都是比較英式的這種包裝 像它這種 它只要它的生活比較有質感 所以它就喜歡買這種零食 像我是這種生活沒有質感的人 我去買這一種 耶配耶配 不是耶配啊 它對這個包裝賺不絕口 它一看到它講 哇你看很掛力氣喔 是啊真的 它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摸到去 這種是那種外國老吃的零食的那種包裝 我很喜歡耶 這個是什麼來的小姐 Kotach cheese 它是97% fat free的 所以是只有3%的 fat 應該是這樣子理解 所以這個是插麵包式的 嗯對 Salad啊麵包啊都是可以 好 健康喔這位小姐 來請放 Cherry剛剛買了這個環保袋 你拿來看它衫 不是我的衫 環保欸 你不覺得它很時尚欸這個袋子 很時尚啊 可以走fashion show 它很像那個Dio的那個大寶寶 哦是噢是噢這個真的有點像 骨頭 這很美啊 很寶寶就不用一直用那個紙袋 是噢 我每次買菜都是用那個紙袋 可是我覺得這個袋肯定不夠你用啊 因為你每次一買是分量車的 沒有啦我們時不時補小貨的時候可以用 OK喔 兩家婦女給你一個Like OK剛剛我們講這個像那個Dio的Bag喔 你們看啊這個款式啊 然後你看這個照片 像嗎各位 那個Design是一樣的只是顏色不同的 OK現在我們出完那個Mall 然後現在要去這跟這個人的爸爸媽媽吃飯 好像見家長這樣 好像我是他女朋友這樣 他叫我來檳城 然後跟他爸爸吃個飯 我認識他這樣久 我見終於可以吃他請我第一餐飯 真的是第一餐咧 沒有啦我印象中好像是 我沒有請但是我煮過給你吃 是啊是這樣講真的是沒有錯 嗨現在我們就回到來Subhouse那邊了啦 因為那時候晚上跟Terry的家人吃 我就沒有拍下來啦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不禮貌 就是跟張貝吃飯然後拿著相機拍的話 我覺得是不太好看 所以我就沒有記錄下來 然後昨天的話也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 昨天的話就是早上睡醒 然後就在Terry的家吃一個午飯 吃了午飯過後我們就差不多三點半 下午三點半開車 然後直接回到來Subhouse那邊是七點半 所以昨天也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 我就沒有記錄啦 然後就到了今天看我穿這樣子的look 就是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出去跟朋友他們吃飯 然後要跟朋友他們開會 就是for我們的新的生意 就是等一下可以看到那個樣本 可以看它大概是長什麼樣的樣子 非常非常期待等一下的會 然後現在我們在等著時間到就要出門了 現在還有一點時間還有一點空當 所以Cherry勒他就在幫Oni沖涼著 Oni 看到他的毛現在是短短這樣子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帶他去Tibota Oni他那時候因為他的皮膚敏感 所以他有一些部分的毛是完全生不出毛的 那時候我們也很懊惱不懂他是 吃錯了什麼東西或是發生了什麼狀況變成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很緊張 因為我們之前其實出了給他吃狗糧之外呢 我們還會在他的狗糧餐一些 吃錯了什麼東西或是發生了什麼狀況變成這樣子 所以他會加一些罐頭啊 就是讓他吃到更加更加美味這樣子 就是我們不會單單給他狗糧 我們還會加一些罐頭參下去 然後可能是那一些罐頭不適合Oni吃 然後導致他的皮膚 就導致他的毛髮拖啊 因為他有一陣子 他前陣子的時候他很嚴重拖毛 因為其實鋪的這種種類的狗 他們是不會拖毛的 就是 除非換毛期 可是那時候Oni他應該是處於換毛期 加上他的皮膚有問題啊 就是他跌的毛很嚴重很多很多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就馬上帶他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講 建議我們從他的食物那邊下手 然後我們就 已經有兩個星期 只是單單給他是狗糧罷了 沒有加任何的 加工罐頭給他 所以他現在的皮膚是 非常的健康 他整體都看起來很健康 這樣我們就放心很多了 Oni啊 你沖涼的時候很像Has Papi咯 你懂嗎 你懂Has Papi嗎 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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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今天的look 是這樣子 長褲 然後 黑色的T-shirt 這一件黑色T-shirt 就是我上一次 上一個vlog那邊 我有提到講我在ZARA買了一些衣服 就是買了這一件衣啦 真的是 他薄薄的布料 然後不會很熱 然後今天也 心血來操 下了一個頭髮 可是 唉 在這種時候 他爆衣力都在這邊 我真的非常的無奈 YO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地方 你們是覺得這個地方 很銀式的感覺 我覺得這邊 這個感覺很銀式 然後你們一定會很套氣 我現在在這邊做什麼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在這邊 因為其實 我們這一趟是五個人一起來 我Cherry Benny 還有Benny女朋友Jocelyn 還有小明 我們五個人來這邊 來這邊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是 來這邊算塔羅牌 因為我們 有朋友介紹 他來過這裡算塔羅牌 然後 這裡的塔羅牌 是很準很準啊 所以我們就 慕名而來 然後今天就來到這個 那個詹卜師他的家 然後我覺得他的家很銀式 然後我想要講就是 那個詹卜師他的樣子 很窮很窮 而且他整個 他整個態度是 有一點甩啊 講真的 他是有一點甩 然後 他給人家的感覺 就是很 很奇怪的感覺 所以 他越是這種感覺 就讓我越覺得 好像是一個 很有料的詹卜師 好像很厲害 這樣 所以我真的是很想 等一下 我真的很期待 等一下給他 給他詹卜的那個結果 帶你們參觀一下他的家 OK 這邊是這樣子 然後 這邊一個樓梯上去 然後 他整個感覺都很硬實 這個是他的裡面 他家裡面 然後 看到這個 這個小屋子嗎 這個小屋子 是他們現在在裡面占卜著 現在是Benny跟小明在裡面 原本是 Benny先占卜的 可是 因為他 他還有一點很奇怪的地方是 他占卜 他只給一個人進去 就是 不能夠有人陪他進去 就 很奇怪 因為我們之前去占卜 算陶螺牌 都是可以一起停的嘛 可是他這個很 很怪癖 就是他只給一個人進去 然後小明會進去 原因是因為 Benny不會聽廣東話 然後那個占卜師 他是講廣東話的 所以小明就進去幫他翻譯 在這個小屋子裡面 占卜著 真的是想要進去停耶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